然後我們希望透過這些功能的導入 可以讓孩子具備最基礎的 中文跟英文的能力 透過共享學習爸平台 學習如何說明南語 AI語音辨識立即修正成果 基隆市政府與威聖電子公司 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未來將共享學習爸平台資源 提供師生使用 不僅有中文 英文 還有閩南語 平辨識 讓孩子在家或線上 就可以自我學習 英文以及閩南語部分 都可以非常有效的來學習運用 那我們剛剛也看到 在威聖的一個說明裡面 對於尤其偏鄉的孩子 我剛剛特別注意到 偏鄉孩子的英文的正確力 跟流暢度方面 非常有效的提升了 那我想這是一個 讓人家非常期待的一個平台 我相信透過這樣的一個創新科技 尤其AI的運用 我們基隆市的孩子們 透過這一套系統 他們可以非常有效的 來增加學習的成效 我們在台灣來講 我們的威聖的學習爸 是目前是台灣最大的一個教學平台 那我也希望剛才這個處長特別提到 這個特別對於有一些的縣市 特別在師資的本身 他們有一些缺乏的部分 這個是提供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可以做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讓學生們可以有興趣快樂的學習 平常不敢開口的 他們可以敢開口 第二個可以對於老師們 他們學校們更能夠知道 如何的利用這樣的工具 能夠讓學生們 讓孩子們 能夠有一個快樂學習的機會 透過平台強大的AI工具 政府期待學子有更好的學習表現 記者黃少民雞容報導